大家好 很久不和大家分享黑咪luxury收到什么好东西 今天我严选了7个和大家分享 当然还有很多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先来Chanel 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亦是经典黑色的颜色 但这个比较少见一点 因为它是bucket style 我知道很多你们都很喜欢bucket style 而且这个情况非常好 因为非常新的 这个位置都没什么拉过 其实这里可以按键 然后锁链非常漂亮 因为它有珍珠 亦有皮串链 亦都可以较长短 所以就适合不同高度的人士 以及不同身材的人士 另外中间这个位置亦都非常好 因为不是太大又不是太小 大家要安装的东西都可以安装 而且我最喜欢它是椭圆形底的 它不是太圆又不是正方形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你背上身 它很容易在你身旁边的 但是这个扁扁的椭圆形 非常好 而且价钱很亲民 另外到一个经典大家都在找的款 亦都是非常非常难买的 我当年还去chanel行街的年代 基本上好像都没见过 没见过真新的 就是mini 17 方半指 亦都是经典的黑色 然后羊皮 这个是有些用的 但是我觉得价钱 到nice 其实17的样子很可爱 背上身 又不会太大又不会太小 正正方方的 但是中间的笼也都可以安装东西 其实17方半指 需不需要我再多说有多经典有多热 我觉得就不需要 但是大家我建议是什么呢 上来店铺看实物 和试试玩 另外再来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款 其实跟刚才方半指都有一点点雷同 因为你看到它也是正方形 但是这个就少少放大版 因为它是19cm 而且它有少少Chanel 19的元素 因为前面这条链是可以用来点序 又或者可以用来当一个掌握 另外就是它这条链上面也有一个皮的位置 你背上身会舒服一点 而且后面也有smiley pocket 旁边旁边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有Chanel 旁边这一边它不对称我最喜欢的 就有CC的logo 所以看你向哪边背 如果你斜背的话 你向一边CC就向前面 如果你向另外那边 Chanel就会向前面 亦都是比17方半指比较大一点 所以就会更加撞得 接着来一个经典中的经典 但是不是黑色 因为看黑色也有点多 这个就是Classic Flap 25cm Medium 我都很久没看了 我不知道现在价钱会上涨多少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可以欢迎留言留言 告诉我这个Shop的价钱是多少 我上次看好像已经跌近8万 但也有一段时间 我想现在值不10万也不为果 这个就不需要去到10万 这个就4万多 我会把价钱放在info box 而且这些包包之前已经在IG 我都会把连续放在下面 如果你想多看一点 这个也不需要我多说 我想说一下颜色 这个颜色我会叫它是小鸡黄 好像pastel yellow那种颜色 是非常柔和的 如果你喜欢穿蓝色的衣服 白色的衣服 甚至乎黑色的衣服 都很好搭 如果在冬天和冬天时 你喜欢穿一些大地色 譬如灰色和白色的衣服 这个也很好搭 所以不要看到它的颜色 你会觉得这个是夏天和夏天款 但其实冬天和冬天也是很好 这个我自己也有 我都非常喜欢 而且如果你喜欢Chanel 怎样都要收一个 因为是它经典中的经典 当然我自己就比较少是Double Strap 我通常都会是DOWN CHAIN 因为我会觉得感觉会casual 一点 没那么荒谬 那就随理了 看完小鸡黄 我们来看一个放大版 都是经典 都是classic flat 但就JUMBO SIZE 这个大家都记得我有一个 亦都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的随性感非常高 因为它的袋子大了 没有那么斯文 没有那么上班 这个如果你是比较型格 男士 甚至乎你喜欢那种随性的感觉 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的 当然 袋子大了 会比较重一点 但是我觉得 我们去选择 这个我自己也非常推介 因为它的价钱非常美好 它是牛皮 它是sulfa hardware 就比较是young and casual 多一点 虽然这个有用 但是我觉得价钱是可以搭旧 大家可以留意这个info bar 究竟它是多少钱 我们转一转场景 看看HERMES HERMES 现在我手上这个就是 黑金的HIZEN 25 好漂亮 而且我觉得这个尺寸是完美的 还有这个颜色混合 而且我觉得价钱很公道 所以大家要密切密切留意 我要呼吁呼吁 这个真的非常好 因为这个袋子是可以拆得出来的 如果你想纯手拿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用这个袋子 其实它有几段的长度是可以去调 我最喜欢就是现在这样的长度 刚刚背后在腰的旁边 我逛街的时候看到很多女生都是这个长度 我觉得是very nice 当然长一点也可以 斜背都应该可以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还有它后面有两个pocket 这个为什么我推介呢 它很装得 虽然它小 但它后面有两个pocket 可以让你摄扁平的东西 然后中间有一个洞 这里还有一个pocket 可以让你摄扁平的东西 但中间的洞 无论是电话 卡住户、纸巾等 全部都可以安装到 甚至我觉得一些比较短身的遮掩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出来又漂亮又有少少型格 也有所不同 而且颜色非常好搭 另外一个hermes的经典就是picotin picotin这个我手上是经典颜色 黑色很容易搭配 这个尺寸比较大一些 所以夏天水樽、遮掩、长饮包 绝对是没问题的 而且这个有少少叩叩的 所以随性感也是重一点的 我觉得如果我会再买一个hermes的picotin 我会买黑色 因为我觉得黑色实在太容易搭配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会有少少型格 是非常好 这个究竟能上不上到薄 都有人问我 是上不到 是上不到 如果很瘦的话 隔眼也可以 但不会上得到太久 因为你会不舒服 但如果你身材如我的 就上不到薄 而且你上了薄 我觉得因为设计是为手拿的 有机会你觉得这里很压出来 你会不舒服 因为你的手叩变了很出 所以我觉得隔眼上薄 少少一段时间 要放手是OK的 但如果你说长期的话 我就不建议 因为始终包包都是以手拿为主 好了 很快又跟大家分享完毕 当然我们不止太少美食 全部的单品都在铜锣灣店 有数码地址 及记得 大家记得上来看实物 試試玩 下次再开 拜拜